这线头就在这呢 这跑起来这不响吗 卖的最好的国产车的底盘 做的到底怎么样 我们升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 新车这里面都已经生锈了 这个都是扶袖 并且它这个仰角是铸铁的 所以说表面这些扶袖是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后面悬挂的结构 这属于一个 异形的四连杆 虾子币 一二三拖叶币 四杠杆 然后这是一个防清杆 这是它的副车架总成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喷涂很不均匀 底盘装甲的喷涂 有一块没一块 我们再沿着排气管往后看啊 上面都没有隔热瓦 这也没有隔热瓦 电池包这有隔热瓦 到了这个部位 只有电池包这一侧有隔热瓦 到了前面又没有隔热瓦了 再就是到了里面 有一点点隔热瓦 该减配的都减配掉 前面悬挂是一个 单层冲压的一个三角壁 仰角也是铁的 这个结构是不是很 有点像小时候马车上 那个销子的一个结构 全部都是蓝的 这也是这也是 然后传动轴的话没有指针块 下面边上箱有一个支点 是一个普通的橡胶称套 一个全框的扶车架 底盘的平整度还是OK的 就是感觉用料很一般啊 能省的都省了 一个铁的高压油箱 整体比原来的筷子悬挂强太多了 这台车的底盘你觉得怎么样